大家好,歡迎來到足動時代 又是我,你們的主持人Carson 今集我們的挑戰會跟上幾集有些分別 但一如既往,球技小教室都會在片尾送上給大家 事不宜遲,馬上看看我今天邀請了哪一位嘉賓 歡迎人稱白頭佬的富哥來到足動時代 看到富哥滿頭白髮 是否介意跟我們說說今年年紀多大 以及踢球多少年? 48歲,踢球踢了差不多40年了 我八歲都差不多開始踢球了 那四十多年前,富哥你為何會喜歡踢球呢? 又有沒有特地找一間球會加入操練呢? 有就有,但他們不收我,不知為何 這麼高這麼大都… 那看來他們都走保 因為富哥那條五、六萬點擊的影片 下面很多人都贊富哥球技了得 富哥,對今天三個挑戰有沒有信心? 應該都沒問題的 那既然富哥那麼有信心 我們馬上看看今天的遊戲規則吧 今次的挑戰將會分成三個回合 去考驗嘉賓的盤球能力 第一回合是四式盤球 挑戰者需要用四種不同的方式在中圈來回盤帶 第二回合,挑戰者需要在指定地點開始大波 將分佈在禁區裡面的雪糕桶拿回 第三回合,會在第二回合之上加添難度 挑戰者在盤帶的過程中需要避開我們安排的活動式障礙物 三個挑戰都有限時的 第一回合是四式盤球 限時是90秒 用四種不同的方法不知會不會難倒富哥 一開球都是跑直線 看到富哥跑得不太快 因為他鏡頭後跟我說 早兩天踢球就拉傷了一點 就著就著來的 都謝謝富哥,有少少少傷都想來參加我們足中時代 很快就去到第二回合,初球過去 看到右腳初球,富哥沒問題 換回左腳看會不會沒那麼順 因為富哥是右腳球員 果然是差一點點 但富哥也成功過了兩關 在這裡我就先賣個廣告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這麼多的家庭觀眾朋友 想上來我們的足動時代 都可以在我們下面留言 無論是Youtube還是Facebook 我們都會見到你想上來 我們都會邀請你上來玩 看看你上來的時候會挑戰什麼 先說回富哥這邊 向後拉波,剛才右腳很順 換回左腳果然都是差一點點 不過時間還有40秒應該就沒問題了 最後一個左右護盤 富哥說這招就是他最耍家 最純熟的應該就沒問題 因為整天踢球的時候都會用這招 看看吧 其實因為時間還有很多 慢慢走過去都猶人有餘 除非富哥這裡踢走球要追回 不然也沒問題 好,成功的 來到第二回合 這裡就不需要講什麼花巧去帶球 最重要是找到指定目標 就會拿回飛碟位置 總共有4個 時間就是1分鐘 看到富哥用了大概30多秒就完成了2個 看來也不太大問題 最大的難度應該就是下降 因為當日拍攝的時間是33-34度 體感溫度可能上到37-38度 比較辛苦 但富哥沒問題,完成 完成的 最後一回合 跟之前的差不多 限時都是1分鐘 需要拿3個雪糕桶 外加一個過人 這裡過了一個 初球就過了 這次反明是觸錯路的 防守者 因為富哥想去左邊 他們以為他右邊 放不適合姿勢 富哥輕鬆過了 第二次通過了 這球就好看 其實Tim Sir已經跪下了膝蓋 但也阻止不了這球 富哥就直取黃色雪糕桶 跑過去之後還有35秒 拿最後一個 搓過去沒問題 很輕鬆 因為富哥跑到右邊 防守者其實也給了他一些命令 不可以走來走去的 因為1分鐘的時間 但比一個人前處真的做不到 所以他有指定位置 他就不能出去 那三個挑戰成功 富哥玩完我們三個挑戰之後 覺得我們三個挑戰的難度位在哪裡 時間問題 還有我年紀大 對,剛剛又回到學生球 踢了幾場球 現在很辛苦 政府封了牆這麼久 大家練習機會都少了 但這樣 富哥,下次再邀請你來 上不上來 有時間我也會上來 放心 好,我們下次再見 大家不要走開 記住留下來足球小教室 大家好,我是Tim Sir 歡迎大家收看足球小教室 今天我們的課題是盤球 在盤球之前 我們會講解怎樣去運球 運球的轉向 首先我們會講解怎樣去運球 而運球我們要留意單一隻腳去進行 腳趾尖指向下 腳背面的位置去接觸足球 重心微微傾向下 要注意我們要接觸球的密度越多 越理想 當我們運球的時間 見到障礙物 我們就會作出轉向的動作 而要留意和障礙物的距離 然後我們會作出不同的方法 例如腳內側或者腳外側的方法 注意在轉向的時間 需要包含整個足球 然後作出改變方向 當運球和轉向結合在一起 就稱為盤球 而盤球必須要就是 足球在我們控制範圍之內 首先我們會講解幾種訓練的方法 令大家提升盤球的技巧 在練習過程 我們只需要有雪糕筒或者水樽 當然還有一個足球 首先我們第一個練習 我們會把雪糕筒放在正中央的位置 然後我們作出一個運球的轉向 而第二個練習 我們會把雪糕筒放成一個Z形 我們會用不同的技巧方法做一個盤球 第三個練習 我們會把雪糕筒形成一個直線 然後我們作出盤球的方法 大家記得練習多些 如果想知道更加高階的個人技巧方法 就要留意我們下一集的觸動時代 好了